鬼灭之恩漫画虽然已经完结 但仍然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 例如炭之狼、易勇、石米等人 开启班纹后又活过25岁吗? 还有五产欣欣欣念念的蓝色彼岸花 究竟在哪里? 以及各类呼吸法到底有没有传承下来? 在最新的鬼灭公司书里都有一一解答哦 还有很多主角的小秘密呢 比如易勇到底做了什么 让善意把他当成情敌 一只猪居然把迷豆子当成了妈妈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鬼灭队员只要满足心跳超过200 体温达到39度以上 在一定条件下身体就会出现斑稳 能力会迅速提高 但是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是寿命缩短 相当于燃烧生命 所以基本上都活不过25岁 不过最强件事结果原因 克服了这个缺点,活到了80岁 所以还是有特例的 在无限城大战存活的对视中 炭之狼、易勇和石迷都开启了斑稳 那么他们有活过25岁吗? 易勇在无限城大战后就陷入了昏迷 情况一度非常危险 炭之狼和石迷也都处于重伤昏迷之中 易勇能够苏醒全靠迷豆子 易勇最喜欢的雨汁在决战时变得残破不堪 是迷豆子将它缝补好几乎恢复到了原有的状态 而迷豆子穿着缝好的雨汁 每天都拼命的在床前呼唤着易勇 易勇这才清醒过来 康复后的易勇非常感谢迷豆子帮他缝补好了衣服 送给了迷豆子可以堆成衫的礼物 其中就有和服、洋服、发饰、宝石等 因此被善意立为重点情敌 当然炭之狼和石迷也都顺利康复 漫画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提到 25岁后的他们结局会是如何 不过炭之狼的身体机能都可以直接克服阳光 克服年龄限制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其他两人也比初代剑士要强不少 而且他们开启斑纹战斗的时间也都只有几小时 战斗还未结束时斑纹就已经消失了 和初代长时间开启斑纹战斗是不同的 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战斗后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补充能量 加上大正时期的医疗水平相对战国时代要发达不少 身边也有像御史郎这样比较厉害的医生 活过25岁应该不成问题 公事书里有提到三人都有后代 而当时的应勇和实名都是21岁 明知道自己只能活四年的话 我认为他们是不会选择结婚生子的 毕竟如果自己早早离去 那妻子岂不是会很难过 罕见的蓝色比亚花究竟在哪里 这次公事书给出了明确的解答 蓝色比亚花是无产为了克服阳光 一直寻找的解药 蓝色比亚花 炭治郎的母亲知道蓝色比亚花的位置 蓝色比亚花就在数百年前 袁一埋葬妻子的坟墓附近 炭门家兄弟六人 只有炭治郎被母亲带去看过蓝色比亚花 那么为什么袁一妻子埋葬地点会在炭门家附近呢 炭门家的房子其实就是袁一和妻子曾经生活过的家 袁一在妻子被鬼杀害后便加入了鬼杀队 她的房子也就因此成为了没人居住的荒屋 后来这个荒屋被炭籍的妻子竹明子发现 于是二人便决定再次定居 之前这里其实很简陋 但在炭吉和朱明子接手后 房屋就变得豪华了很多 这是因为炭吉夫妇经常与人行善 曾经在山中救下过一对母子 他们是当时大明的妻儿 在大明留守的时候因为家产纠纷 而遭到了迫害追杀 刚好被炭吉夫妇救下 事后母子二人为了报恩 向炭吉夫妇送钱遭到拒绝 于是请人来改造房屋 继国园一在遭到鬼杀队的驱逐后 只好返回以前的住处 在途中救下了当时被鬼追杀的炭吉夫妇 还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阵子 所以园一妻子的坟墓会在造门家的附近 现在蓝色比安花已经灭绝了 原因是嘴瓶青叶的研究 不小心让花全部枯萎 蓝色比安花生长环境 对于水和土质的要求相当严苛 而且它连种子都没有 残留在山上的蓝色比安花 或许是因为开在周围的花被摘下的原因 所以全部都枯萎了 因为蓝色比安花里含有尚未发现的特殊成分 所以国外的研究学者 对于嘴瓶青叶让花灭绝这件事 做出了严厉的指责 不过蓝色比安花是鬼克服阳光的解药 而金五产已经被消灭 今后再也不会有鬼出现了 这话应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吧 关于迷豆子的补充设定 迷豆子一直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羽探之狼的好基友 一只猪和善意都相处融洽 迷豆子其实一直都记得最初被一只猪攻击时 善意抱着箱子保护他的事 每次他回想起来都会脸红心跳 但是他始终怀疑那时的男孩子和善意并不是同一个人 但是通过之后的事 迷豆子还是确定了 那就是善意 因为善意平时看起来超不靠谱 但是只要自己有危险时 就会变得特别慢保护他 而且最关键的是善意不会说谎 是个心地善良的好男人 不过善意经常会因为心软而受到伤害 善意的耳朵很灵敏 经常会听见当面夸奖他的女孩子 背地里却在暗自的嘲笑他 这让他有段时间非常害怕接触女孩子 所以当善意遇到迷豆子这样表力如一的女孩时 真的快乐到升天 在迷豆子恢复语言能力后 善意兴奋到直接向其求婚 但迷豆子只学会了叫一只猪的名字 进而导致让善意感到极度不爽 并准备去收拾一只猪 迷豆子变回人类后和炭治郎一起生活 善意就经常去看望迷豆子 之后还找借口带迷豆子去小树林 非常大声地向迷豆子表白 最终由于声音太大 不光森林外的炭治郎和一只猪都能清楚地听到 遭到雷霆冲击的迷豆子 直到晚上睡觉前都听不清楚声音 不过最终两人还是修成正果结为了夫妻 一只猪也非常喜欢迷着迷豆子 因为不管一只猪做什么 迷豆子都会很贴心地引导他 绝对不会把他当作笨蛋 这样就导致了一只猪无论干什么都要告诉迷豆子 可能是把迷豆子当作了妈妈 大战后主攻灰力栽给了炭治郎和迷豆子一笔巨额的安家费 炭治郎本来想拒绝 但是拒绝之后送来的金额比前一次更多了 所以炭治郎被迫收下 不过炭治郎并没有因此而闲下来 而是继续干起了老本行卖炭 而好机友善意和一只猪也经常来帮忙 易勇也比以前更加开朗了 经常和炭治郎通信热聊 还和雨水以及他的三个老婆一起泡温泉 换做是以前的易勇一定是直接来一句 打扰了 这次的公示书有详细记录 柱们是如何看待彼此的 果然易勇在众人眼里就是个酷盖 而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 炎柱悲悯与行民竟然恋爱雷达很敏锐 一直都在磕CP 他能看出小巴内和蜜蜜是相互喜欢的 还看出任何易勇两人聊天时会冒出粉红泡泡 连十名喜欢香奈慧他都知道简直就是八卦小能手 其中雨随天元对两位女性成员看法角度非常清奇 雨随认为他们都有着适合生孩子的屁股 不愧是助理唯一有老婆的男人 关注点就是不一样 而在助理最容易大话的前三名分别是 秘林 姓首郎 忍 大哥居然排到了忍前面 这受益于大哥十分受后辈们的崇拜 其他两个人就不用说了 大美女谁不喜欢 而超男大话的前三名分别是 十名 小巴内 行民 十名暴躁老哥的名号谁不知道 而小巴内敏锐的眼神确实也让人感到害怕 行民完全是被外表耽误了 他只是看上去很威严 但内心实际非常柔软 喜欢撸猫 鬼杀队给后代们创造了一个没有鬼的太平世界 那呼吸法有传承下来吗 当然 火之神神乐被传承到了现代 比方和探验都会跳 每年探智郎的后代都会去产无富家经营的神社里 表演火之神神乐 而其他的呼吸法也一样得到了传承 并改成了相似的舞蹈 好了 关于鬼面之刃 最新公事书揭秘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